取近一男子交通肇事致人死亡,58分钟后,并通过调取监控视频获取了肇事车辆的详细信息。 原来,当日刘某驾驶租来的云第8KXXX号牌小型轿车由复原县复村镇往复原县城方向行驶。 16时48分,当车行驶至深长县复村镇境内55千米100米处时,于正在横过马路的行人吴某降撞,造成吴某金颂医院抢救无效死亡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9条第三款制规定,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,尚不构成犯罪的,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。 第101条,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,发生重大交通事故,构成犯罪的,依法追究刑事责任,并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。 第1条,违反道安全法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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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法�